1月9日晚,脱口秀演员卡姆发文称自己已出看守所并向大家道歉 这8个月我在里面看了很多书,也想了很多事情 意识到自己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,也辜负了很多人 今后我想多读书多运动,保持健康作息更自律,也更深刻地反省自己 大部分网友表示出来后好好做人吧 据悉2020年7月20日,卡姆因容留他人吸毒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,并处罚金2000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